刘萊克曼 二零 家族 出場 所以,大家們早安 要以進行更好的演員, 這個講座或其他講座會提供下傳統的中國文化 可是我相信,很多人在這裡來可以理解中國文化 這個議題我覺得要把它講到透徹 我可能還是用中文來進行會比較好 我相信這場好像也沒有國外的朋友 所以這個應該不是一個大的問題 其實我們大概有不到一個小時的時間 跟大家探討這個問題 其實我覺得這是非常有趣 剛才SD跟我提到說 Debian Open Day好像有一個意涵 是對Local People去介紹Debian的各個發展 我覺得像這個題目剛好有切到一點 就是說我會協助大家一起探討DFSG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s 這個東西為什麼重要 其實我在這幾年的開源授權研究 我覺得它真的還蠻重要的 我們訂這個題目叫共享適用不是真自由 因為從我離開中原院以後 我有參加事務所 然後有參加開放王八七七會當法治顧問 事實上在過去三年 我接到的大部分的業界的諮詢案 當然很多是跟Open Source有關 可是其實它最後癥結的處理都不是Open Source 其實是Shareware 是所謂的共享軟體或適用軟體 所以其實我們必須要從 像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s 這樣的東西去認識說 你到底用的東西是不是自由的 是不是開放的 那是不是可以依照它的遊戲規則來跑 而不是說有一個回馬槍 從這個基礎呢 我想說順便談論一下 今天如果各位是一個貢獻者 參與者 或是說你會下載Open Source來使用的話 你怎麼去做好這個自由軟體的著作權標示 這對於專案後來的發展 是有非常多的幫助 所以這項圖呢 我的名字叫林丞下 大家可以記一個成語教兵林丞下 或是直接叫我路玄 那如果有任何的疑問的話 我相信這個Open Day是蠻輕鬆的 大家可以直接來溝通 這是一張示意圖 我從這個示意圖來說說 我們現在做軟體 做一個Total Solution 常常呢 意思就是你必須要幫抖 非常多Open Source的Component 在同一個地方來運作 那很多人呢 他帶有一個恐懼感就是說 我們知道像GPL 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 這個東西是Copy Left的 一個Copy Left的Component 放到你這個專案裡面呢 會不會讓他的Copy Left發展到說 整個專案都必須要用GPL來提供 其實很多人有這樣的一個恐懼 那我先簡單說明一下 在過去的這個司法訴訟 就是Lawsuit來看 這件事情不是完全不可能發生的 但是其實過去二十幾個訴訟裡面 包含大部分的和解案 其實並沒有特別的權利人 提出這樣的要求 譬如說在德國的TAAG 他曾經為一個韌體提出一個訴訟 那個訴訟其實主要是要求說 韌體裡面呢 屬於Open Source的部分 必須要Open Source 或是直接從Open Source 去改做到Open Source 但是他們的訴求從來沒有要求 你整個ISO檔 或是整個分位都必須要Open Source 那這件事情呢 理論上是有可能發生的 但實際上大家並沒有進行得這麼嚴格 那我覺得這是一個比較有趣的事情 像是Android的Spec 我們知道Android的Spec 的重點就是說 在底層的NASC kernel GPL2的跟上面的AP 應用程式裡面架一個中和層 你可能Runtime System Library 都是用一些Open Source的 然後造成一個區隔性 然後告訴這些應用程式APP的開發者說 你在Android上面開發APP 其實可以不用被GPL所影響到 這是Android的 費心做的一個所謂的區隔機制 但是話說回來 我今天主要討論的是 我覺得整個坊間 或是說整個開源界裡面 或是開源的商用領域裡面 把GPL這個所謂的授權拘束性 描述的太過於誇張了 第一點 在司法訴訟上面 其實很少權利人這樣要求 說你整個專號都變成GPL 那第二點呢 即使是這樣子呢 其實它的傷害呢 都不一定有來自於說 你誤用了別人的shareware 這個東西呢 是第一個全球的GPL訴訟案 在德國 由Haravelte提出告訴 他的代理律師是Tierre Jaeger 這個案子呢 他的損害賠償金額呢 是多少 不高 換算成台幣大概只有13萬 13萬大概只是一個遠程機票的價錢 來回機票的價錢 它一點點不高 再來呢 美國Beebus的訴訟案呢 2009年呢 Beebus一次告了14家美國的廠商 那確實它要求的時候 它比人薪惡會是比較高 可是呢 其實呢 用台幣來計算大概也是幾千萬的幅度 頂多上千萬的幅度 然後呢 這幾年呢 在德國 Patrick Maharty呢 告了很多的公司 那Patrick Maharty是比較難處理的 因為基本上呢 它不公開討論案情 它是透過警告性的方式 去寄給這些商業公司 要求商業公司必須要跟它和解 那和解以後呢 也不能公佈和解的內容 那Patrick Maharty呢 比較保受爭議的是說 它在這次商業公司跟它和解以後呢 它要求它簽一個契約 這個契約有所謂的契約性的損害賠償金 意思是說 你今天已經做錯事了 因為你用了我的open source 沒有標我的姓名 沒有提供source code 但是同一個專案 如果你以後 像類似的產品再做錯的話 你就有一個懲罰性的損害賠償金 比如說第一次你可能 賠他70萬台幣 可是第二次他可能會要求 你必須要賠700萬台幣 因為你之前已經簽了一個和解契約 這個和解契約就告訴你說 同一個專案 如果你再犯同樣的錯誤 你必須要受到一個懲罰性的追查 但是即使這樣子呢 說實在的 在檯面上檯面下 Patrick Maharty的訴訟案呢 我也沒有看 實意上損害賠償有超過上千萬 我們這邊是以台幣來算 但是這個 這個我相信很多人知道這個訴訟案 這個訴訟案呢 是兩家著名的巨型的國際公司 一個是Oracle 一個是Google Oracle告Google 其實我在教大有監客過三個學期 我學生都開玩笑說 第一個學期聽你在討論這個訴訟案 我現在碩士都畢業了 他這個訴訟案還在進行 對 因為這個訴訟案呢 牽涉到的是非常非常巨額的一個費用 Oracle呢 在上一個省級提出來的一個損害賠償金呢 是九十億美金 九十億美金 九十億美金後面有幾個零期 其實我也不知道 我要一個一個去點 大概是這樣子 然後換算過來呢 大概是兩千八百億的台幣 所以兩千八百億的台幣呢 如果你以我現在看到呢 當然是台面下的數字 我在台面下看到呢 拿一下公司我不能講啦 台面下看到 Open Source的訴訟的和解金 最高大概三千兩百萬台幣 三千兩百萬台幣跟兩千七百五十九億台幣 那根本是一個懸殊懸殊 完全不能比較的一個比例 但是有個重點大家必須要了解 Oracle跟Google之間的訴訟 嚴格來說跟Open Source沒有關 它是跟Shareware有關 跟Shareware有關 基本上呢 是Oracle指控說呢 Google用了Java的API 這支Java的API呢 是在Java SE裡面 並不是它Open Source的版本 所以它意思是說 Google沒有地位 可以用Open Source的授權 來使用這些API 那這些東西都是Shareware 意思是說 我提供給所有人去做試作 你可以做出你的Prototype 你可以做出你的模型 但是當你真正要進行商業模式的時候 你必須要洽詢原來的做作權利的人 像SUN 但是SUN後來把所有的權利賣給Oracle 所以Oracle現在擁有所有權利 當你試用以後 做成商業產品 你真正要進行商業部署的時候 你必須要得到一個商業性的授權 所以今天呢 Oracle跟Google的訴訟呢 我們必須要釐清 嚴格來說它跟Open Source沒有關 它其實是Google去用了Oracle 擁有著作權利的Shareware 所謂的共享問題 所以我們必須要來講 這個重點就是說 這些名詞呢 一開始你確認識 你可能覺得它有點無雜 或是說可能是有點無聊 但是呢 它是非常重要的 Free Software 我們通常翻譯成自由軟體 Open Source Software 通常翻譯成開運軟體 開放原始碼軟體 那有一個綜合的字眼 叫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 可能翻譯成Force 自由開運軟體 這樣的軟體 它是自由的 這是開放的 但是除了這些東西以外呢 有些東西呢 你可以從網路上免費下載 甚至可以免費使用 甚至可以免費試用 但是呢 它不是Open的 它也不是自由的 Freeware 免費軟體的意思是說 你可以自己下載免費使用 可是它不一定擔保 你可以再散佈 你不一定擔保 你可以做還原工程 那共享軟體呢 其實我們可以把它當成 是一個進階版的 所謂的免費軟體 就是我基於商業行銷的目的 讓你先下載到一個 試用的版本 這個試用版本 可能一開始是全功能的 但是它的授權條款 其實告訴你 當你試用過 甚至做出一個Prototype 真正要進行商業部署的時候 你必須要再得到 一個商業授權 才可以做這些事情 所以 應該是說前幾個月 大家慢慢有說到風聲 Oracle目前追聘了非常多人 這些人是要做所謂的侵權查器的 就是說它有個查器部門 它擴充它查器部門的人員 它去查到底多少公司用的Java 但是沒有付費 那其實很多人聽到這件事情的 第一個反應就是說 我用Java 為什麼要付費 Java一開始不都是大家可以公開下載嗎 Open Source的東西 怎麼可以叫人家追繳付費 但是我想大家可能有點誤會 Java呢 它的開發模組呢 它的IDE呢 向來其實都有兩個主要的類別 一個是OpenJDK OpenJDK 是Open Source的 它是用GPL來授權的 它的授權條款是GPL2.0呢 還有一個ClassPass的Exception 但是呢 Oracle手上還有一個版本呢 它不是Open Source的 它的正式名稱呢 是所謂的Oracle的JDK Java SE的Development Kit 這個東西它其實只是Shareware 也就是說你當初呢 你下載Java的相關開發模組 你必須要了解 你今天下載的是Shareware 還是Open Source的開發模組 當你依照Open Source的開發模組 你就依照GPL的遊戲規則來走 但是今天如果你下載是它的試用版本 那其實它就告訴你 商業性的部署 你必須要追加取得授權 OracleJDK呢 它的授權條款呢 不是Open Source 它是Oracle Binary Code License 那這個Oracle Binary Code License裡面呢 很清楚告訴你說 我們這個JDK裡面呢 有所謂的Commercial Feature Commercial Feature 意思是說 我有把它Label成它是Commercial Feature 你一旦啟動這些功能 你就必須要取得商業授權 所以這些東西呢 你不一定要去啟動它 你不去啟動它 其實是一個適用性的標準 但是你一旦啟動的Commercial Feature呢 那又做成產品要進行販賣 你就必須要取得商業授權 所以呢 Oracle這件事情的重點是在於說 它告訴你說 很多人其實是拿我的Shareware 去做商業部署 那我以前呢 沒有嚴格的查契 可是我現在要嚴格的查契 所以今天呢 你要嘛 聲稱你是用OpenJDK 那你用OpenJDK 你就必須要照OpenJDK的遊戲規則 意思就是說 你開發的衍生作品呢 依照GPL你可能必須要提供 你的衍生的程式原始碼給下游 GPL最重要的兩個遊戲規則 第一個就是 當你看著GPL的程式來寫你自己的程式的話 你自己的程式會變成它的衍生程式 那再來是 如果你散布了這個衍生程式的話 當你已經提供了Binary 你就必須要提供Source 所以那個後手就可以說 我知道你是用GPL改的 那你必須要給我衍生的這個Source Code 所以今天呢 如果你用到OpenJDK 你就知道GPL 加上ClassPassException 的這個遊戲規則 但是其實大部分公司不是這樣 大部分公司其實是 直接用所謂的OracleJDK來改 那這兩個很相近 但是說實在的 我問過蠻多技術人員說 你今天真正 你是用OracleJDK來寫東西 你直接跑到OpenJDK裡面是跑不了的 你還是必須要透過一個調校 所以現在的狀況之下呢 很多人誤解說 Oracle好像說 Java從此以後都要收費 其實呢 比較精深一點的內涵 其實它是告訴你說 以前大家都是免費 在用OracleJDK 這是Shareware 我從來沒有同意 你去做商業性的部署 那現在我要收網了 因為我知道太多公司 其實都是這樣子 那我查氣到 你就必須要付費給我 因為當初給你的這個授權條款 Oracle Binary Code License 其實就告訴你說 進行商業性的部署 開啟了Commercial Feature 你就必須要付費 所以它現在是透過Shareware的方式來 要求你補足這個授權金 所以有兩個方式 第一點就是 簡單一個方式就是 好 看看公司運用狀況 先去核算這個授權金 可能被追索的範圍 你可以繼續用OracleJDK 那另外一個方式呢 其實有些公司呢 它已經開始的時候 我們當初用OracleJDK來改的沒有錯 可是它跟OpenJDK有很多的相近 我們看是不是在過渡期間呢 請我們的工程團隊呢 把它全部都調校成下一個版本 可以用OpenJDK來運作 那只是說 做這樣的調校 你必須要有一個意思就是說 因為它是GPL的 所以你自己寫的部分呢 如果賣給客戶以後 有一部分你必須要Open Source 依照GPL的遊戲規則來走 Either way都可以 但是你必須要選一個來做 ShareWare 意思是說 ShareWare 可以用 但是你開啟的商業販售 你必須要給授權金 給Oracle 那今天OpenJDK也可以用 但是問題是 它是GPL的 所以你再散布出去的時候呢 必須要注意到 城市原始碼呢 有時候呢 必須要應要求來提供 所以這是一個目前的一個狀況 那至於OpenJDK裡面用的呢 它其實是一個比較放寬的GPL 就是它原本是GPL的 可是它加了一個放鬆的款 叫ClassPassException 這個例外的意思就是說呢 如果你是透過Linking的方式 來呼叫這個所謂的開發模組的話 來連結性的利用這個IDE的話 你自己連結的那個模組呢 其實可以不用照GPL 只要說你把連結之間的資訊呢 寫得很清楚 就是說人家換了一個新的版本的 OpenJDK以後 還可以重啟你寫的模組 跟它之間的運作 那樣就可以了 所以它其實是一個比較放寬型的GPL 那今天呢 比較有趣的一個資訊 也是分享給各位 這是在北京知識產權 四月份的一個判決書 中國大陸現在其實也有 所謂的開源軟體的一個訴訟 這個訴訟呢 一開始大家以為是跟OpenSource有關 但是其實最後牽涉到的也是Shareware 照一級審目前的審判的觀點就是說 假公司呢 它用了很多第三方的模組 來開發它的產品 其中有GPL的模組 那乙公司呢 直接參考假公司的這個產品裡面 去做延續開發 所以假公司就告乙公司說 你依照我的這個程式來寫你的產品 你其實並沒有得到我的授權 我的允許 那乙公司的訴求就是說 你裡面有幾個模組 是用到GPL的 那我的了解是 你用的GPL 應該你整個產品都變GPL了 所以我依照GPL的方式來利用 你這一包軟體 應該沒有問題喔 但是後來呢 北京知識產權法院的一個審判 是認為是說 它確實有用到GPL 但這個GPL 其實很多東西是 有點像動態掛載的 應該不至於影響到整包 那反而是乙公司去抄假公司的一些重點 在於說 它抄了假公司的一些shareware 共產軟體 那這些共產軟體的模組呢 全部都是假公司自己寫的 所以變成說 最後的審判其實重點是 乙公司抄了很多 假公司自己開發的shareware 所以它必須要付這個損害賠償 所以我想有一個重點讓大家了解到 你在網路上可以公開下載 有的時候有給你source code 有的東西不給你source code 那這些東西呢 有可能是open source 但是也有可能不是open source 你還是必須要回歸看它的授權狀況 看它到底是不是free and open source 還是它是shareware 所以今天呢 如果我們要使用別人提供的軟體 我們必須要知道 可以被自由修改 自由散佈的軟體呢 它才是自由開源軟體 自由開源軟體呢 會提供你使用修改 跟散佈的權利 那這個地方我們就轉回來寫 看那個debian的自由軟體指導方針 為什麼debian的free software guideline 其實還蠻重要的 debian的free software guideline 它的歷史還蠻長的 它其實呢 早於呢 OSI Open Source Initiative 定它們所謂的open source definition之前 就有一個第一版的草稿 那debian的自由軟體指導方針 要做的是什麼事情 它定了一些規則 這些規則也許抽象 可是呢 它的涵蓋面還蠻廣的 它的涵蓋面廣呢 主要是希望所有的開發者呢 依照這個guide line 不要把不適宜的程式碼 丟到這個所謂的repository裡面 因為他們希望debian的整個這個專案呢 它是永遠是自由開放的 大家都可以自由的運用的 所以今天如果你把不符合open source 或是free software定義的 所謂的sauce code丟進來呢 那未來debian的使用呢 可能會發生一些衝擊 所以呢 這邊有一個FEQ我覺得蠻有趣的 它已經寫好久了 但是為什麼到現在還是用draft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因為好幾年前看它就是draft 可能十年前它就是draft 十年後它還是draft 但是它的內容其實是 擴充的還蠻充分的 所以呢 我大概也能現步呢 簡單來跟各位介紹一下呢 debian用什麼樣的一個態度呢 來決定哪些程式碼 是可以投進你的repository 哪些是不行的 基本上它有十項抽象的標準 第一點它告訴你 所有投進來的東西 必須容許人家自由的再散步 所以今天有個軟體呢 如果告訴你說 你只能在我的網站上下載 或是說如果你要再丟出去 你必須要問過我 它就不是自由的 那第二個呢就是說 你必須要提供程式員碼 程式員碼就是說呢 你自己要改程式的時候 你會用哪一份文件來改 你必須要提供這個好修改的格式 那它才是開放才是自由的 第三點就是說 你必須要允許人家 可以做一個衍生作品 有些freeware shareware 其實是告訴你說 我程式碼也可以你看 但是你不能改 如果你要再改 或是再做一個新的作品 你必須要再取得商業授權 那這樣子它就不是自由的 所以第三點可以綠除到這個狀況 那第四點比較有趣 比較抽象 但是我們稍微解釋一下 它要求呢 作者可以保有這個所謂 interability 就是說程式員碼的完整性 如果你不是很了解這個東西的話 其實呢 看artistic 1.0 就是你的license最清楚 因為呢 有些開發者認為 軟體寫作的coding style非常重要 所以它告訴你說 我現在寫程式呢 你是可以改 它是開源的 但是今天如果呢 你不照我原來定的coding style來寫的話 你就只能用page的方式來改這個程式 就是說 如果你要懂我原來的程式圓滿 你一定要照我的coding style 因為這個coding style 是我們這個社群裡面所熟悉的 那你一旦依照這個coding style來改的話 你就是可以直接修改 但是如果你不願意照我們原來 define的coding style來改的話 你就只能另外寫一個add-on 或是patch 或是module的方式 來跟我們原來的赤馬互動 artistic license是這樣的要求 所以這個地方 debit是有點放寬 它就告訴你說 基本上我們提供給人家的東西 都是要可以改的啦 但是有個前提之下 你可以告訴他 你不能動我原來的程式嘛 就是說如果你不依照我原來的coding style 那你就直接寫一個patch 或是直接寫個add-on 直接寫個module或是plug-in 這樣的方式也是可以 就是你必須用比較迂迴的方式 來改這個程式 這是第四點 比較複雜的時候 我們花點時間解釋 那第五點第六點呢 不複雜它告訴你說 你不能歧視任何的特定人或團體 就是你不能說這個軟體呢 美國人不能用 美國人不能用 或是說德國人不能用 事實性這樣是有發生的 我舉例來說呢 德國跟法國在一次大戰二次大戰裡面 有好幾次的爭戰 那其實法國有一個著名的文人 他後來是一個很有名的廣播家 那他有很多的一個作品 他的作品分享給全世界所有的人 但他但初是說德國人不准用 因為他說在兩次大戰裡面 他很多的親屬其實死於德國士兵手上 那今天如果你在提供授權的時候呢 做了這樣子對特定人或團體的一個限制 其實你是不符合所謂的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s 你不能針對特定人或團體有差別待遇 那另外呢 就是不對特定行為有差別待遇 譬如說你今天不能禁止你的軟體被進行商業使用 所以這是比較不歧視的這兩條 那第七條的意思是說 Distribution of License 為什麼他提醒你這一點呢 他告訴你 你散播這個軟體 你要付一個license 為什麼 因為他告訴你說 因為人家才能知道你這個軟體能什麼備用 一切都回歸到license的解釋 你今天提供的Binary 你今天提供的Source Code 都必須要一份授權條款的文本 那今天人家就可以說 我就可以看這個文本 就知道你怎麼用 而不是說 你告訴人家說 你必須要看我哪個網站的條款 然後那個網站那個條款 其實是會時時更新 時時更新它就生效 那個是不行的 因為你會讓這個軟體的授權狀態 長期處於一個不確定的地位 所以你必須在散播程式的時候 就提供一個授權條款 那這個軟體怎麼用 完全就依照當時的授權條款 這樣子呢 開運軟體的 或自由軟體的使用 才可以建立一個所謂的安心的程度 那第八點就是說 雖然說這主要是給Debian用的 Debian FreeSort Guidelines 但是它特別提醒你 你給的授權不能限制人家 只能在Debian作業系統上使用 因為Debian作業系統是開放的 它也可能被移到其他的開業員專案來使用 所以你不能下一個單字就是說 我今天給的東西只能在Debian的專案上跑 那這樣子它其實也是不自由的 第九點呢 它告訴你說 License must not contaminate other software 你的授權條款規定不能污染其他軟體 當然這個用字 contaminate 是比較重啦 這個用字的意思就是說 大家都是自由軟體的條款 基本上你不能定義一個條款 說用到你的程式 就禁止其他的開業員軟體的授權條款 發揮作用 這個東西其實就是 比較相當無視的一個主要規範 那第十點呢 第十點它列了一個範例 它告訴你 大家比較常見的GPL BSD跟Artistic 都是所謂的 符合Debian FreeSort Guidelines 它直接給你一個舉例 所以今天基本上大家了解說 符合的 所謂的這個指導方針呢 的東西 你才可以投到Debian的Repository 那附帶一提呢 這個guide line呢 管的也不是單純只是程式嘛 它不是單單只是管Copyright 它是抽象的 所以呢 其實嚴格來說呢 它對於所謂的個別專案裡面的專利 或是商標也會被管到 我不知道 我想這邊很多Debian的社群 你應該知道 Debian有一段期間 上面的browser是Ice Wizard 它不是Firefox 可是基本上它的code back就是Firefox 那為什麼那個時候要用Ice Wizard呢 因為他們認為 Firefox的Tradmark Policy 其實是違反的 不要說違反 就是違反的 跟這個不相容 跟Debian FreeSoft Guidelines不相容 好 因為呢 Firefox呢 這個logo是有註冊Tradmark的 它註冊Mark Policy呢 有比較寬的地方 它譬如說 告訴你說 社群聚會一百人 你現在聚會 你去做T恤 那你只能賣成本價 這個logo可以直接用 但今天如果你是商業性的販賣的話 商業性的散布 你必須要額外得到 Molita Corporation 的一個允許跟授權 基本上呢 Molita Foundation 跟Molita Corporation 它的商業的 維度是透過公司的角度來進行 所以那時候呢 Debian 有些社群 Debian的Lego裡面 認為是說 用到這個商標 是不是涉及商業性的疑慮 我還要問過你 Molita Corporation 那其實呢 是帶有一個高度的不穩定性 你可能是歧視我商用的 你可能是對特別的團體有差別待遇的 所以那時候他們認為是說 那這樣子呢 這個logo不能進到Debian的Cobax 那不能進 那怎麼辦呢 但Logo是一種東西可以去掉的東西嘛 所以他們說 我用你Firefox的程式嘛 但是呢 我把你們的Logo都拿掉了 我們有一個新的Logo 它叫Ice Wizard 這個新的Logo呢 不屬於Molita Corporation 所以呢 也不用再問過你們 才能去使用 但目前這個狀況已經解除了 Molita Foundation跟Cooperation呢 後來有一個共同的宣稱說 他們並沒有這個回馬槍的意思 所以他說像Debian呢 正常去使用呢 之後去做商業使用的話 他們只是說 就行為來論 而不是對專案來論 不可能對於所謂Debian的社群 或Debian的專案提出 這樣子的一個要求 所以目前 這個法律狀態應該是解決的 但是 曾經有一段時間 Ice Wizard跟Firefox 它是分離的 那主要就是因為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s的一個影響 所以 這個其實只是舉例讓大家了解 這個 Guidelines呢 不限定去審驗程式嘛 它也可以審驗到實際的 所謂的專利的一個效應 跟所謂的商標的效應 或是專案的一個 事實性的一個 一個利用狀態 那今天呢 我覺得用比較簡要的方式來解釋 就是我通常呢 會從法律面的方式來解釋 就是有這五個重要的要點 基本上呢 如果你自己在取得程式碼的時候呢 認為你取得程式碼呢 你可能授權條款 在OSI的列表裡面 或是在所謂的 FreeSoft Foundation的列表裡面 FreeSoft的列表裡面 基本上它都符合這五項的原則 那不在我們剛才講的 OSI的列表 或是FreeSoft Foundation的列表 你其實可以用這五項來看 來認定它 到底是不是真的 Open或FreeSoftware 第一點呢 你取得是一個非專屬授權 意思是說 你取得的權利不會干涉其他人的權利 其他人的權利也不會干涉你的權利 那第二個特點就是呢 開運軟體的授權呢 自由開運軟體的授權 目前大家有個共識就是 它是不可以撤回的 不可以撤回的意思是說 做作者不可以撤回 因為這個東西呢 如果容許人家自由的散佈 自由的改作 自由的商業應用 如果哪一天呢 原來的作者可以告訴你說 它可以撤回 那你是不是所有的商業產品 都必須要回收 都必須要回廠 然後重新把這些程式買給濾除掉 才能還給你的消費 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所以基本上新的自由開運軟體授權的好款 包含GPL3 Apache 2.0 還有NPL2.0 還有EPL2.0 都在它的授權條款裡面呢 非常清楚地告訴人家說 授權呢 是不可以撤回的 那第三個特點就是說呢 如果是自由開運軟體呢 它一定告訴你呢 沒有時間定義範圍的授權金 當然它有相當的商業模式 它確實現在跳得比較頻繁 好 但是呢 它一定會有一個關鍵字告訴你 它是Loyalty Free 也就是說使用上呢 不會有時間定義範圍對象的授權金的一個限制 這是自由開運軟體的一個通則 那第四個特點呢 自由開運軟體通常呢 會告訴你不付誰擔保 就是說 如果你沒有付費取得 那當然後續使用 它不擔保你的使用狀況 那第五個特點就是說 它其實不會對你使用的目的時間 跟定義來設限 這個才是自由開運軟體 所以今天呢 我在協助呢 台灣跟中國大陸的一些客戶來處理一些問題 所以我就把 當初有碰到一些問題 我直接舉例給大家看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授權條款 它的名稱叫做Go Ahead License 過回的License好像很鼓勵你使用嘛 就我們想Go Ahead的 就拿去用 所以 那家商業公司認為它應該就是Open Source 應該就是Open Source 但問題是它不是啊 它裡面告訴你就是說 只有 只有限度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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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基本上它就告訴你呢 商業性的利用呢 你必須要再得到我們的允許 雖然它的名稱叫Go Ahead 但是它其實是有回馬槍的 那另外這個授權條款叫 Embedded List Software License 叫你把這個東西牽入到你的軟體 OK 牽進去吧 但是呢 它也告訴你說 我們其實也是給你有限度的利用嘛 它早期呢 是給有限度的利用 後期呢 被收購以後呢 它有一個開院的版本是GPL 但是呢 早期Embedded List Software License 它其實是Shareware 它並不是所謂的開院軟體 它是有限度的利用 所以呢 確保你拿到的東西是Open Source很重要 舉例來說呢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用Zen Zen其實是Open Source 它其實蠻好用的 在虛擬化呢 非常小而巧 然後占用系統資源又不多 但他們最近有一個比較大的改變 它有一個正式的公告 它說我們7.3版呢 有很多好用的功能會刪掉 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開院的版本太好用了 所以沒有人付錢給我們 去買商業的版本 他說那我們為了營運順暢 我們還是希望有多一點資金的收入 所以呢 以後這些比較好的好用版本呢 我們在7.3版呢 我們會適量的把它刪掉 那但是他也在這個布告裡面講很清楚 他說 但是因為我們是Open Source的嘛 如果你認為這個東西造成你很大的困擾的話 你可以Stick to 7.2的版本 你可以持續用舊的版本 因為授權是不會撤回的 所以舊的版本你可以延續用 你可以延續磕 不會因為我們在新的版本7.3把這些功能給刪掉 就造成你不能再用 但是如果你要用我們7.3的版本的話 你就必須要依照我們新的規則來 如果你認為7.3版本裡面的功能不夠的話 那就建議你付費給我們取得7.3版本的商業守權 但是至少他非常均質地告訴你說 我們就是定期到7.3的這些功能會刪掉 可是7.2你可以持續使用 如果你就是希望要用到這些被我們故意刪掉的功能 必須維持去運用7.2的版本 那這樣的例子呢 其實在DNA Foundation在日本上面呢 有一個非常好的著名的例子 就他們的Long-Term Support Initiative 什麼叫Long-Term Support Initiative 基本上是日本的這些廠商呢 包括Sony、Toshiba、Panasonic 他們合資呢 去要求Long-Term Foundation Japan必須要去資助這件事情 這件事情就是說 當他們用到一個版本 某一個穩定版本的Long-Kernel 來做產品之後呢 那因為Long-Kernel的更新速度太快了 他說日本做了一個多媒體播放器 基本上我們的客戶認為說 他至少要保用10年 10年之內壞掉其實就是一個瑕疵品 所以他認為說 那日本製應該有到這樣的品質 他說 可是我們今天做 因為上面有Long-Kernel 我們不可能在10年之內 一起去更新Long-Kernel的版本 因為你Kernel的版本更新太快了 所以呢 我們必須要維持在當初我們做產品 那個舊的Kernel 但是呢 Long-Term Foundation 絕對不會維持在舊Kernel Long-Term Foundation一定一直推新的版本 所以他說那我們用業界社群 商業社群的力量自己來維持 譬如說Panasonic出兩個全職工程師 Toshiba出一個全職工程師 那我們讓他在同一個所謂的 雖然他是在Sony跟Toshiba Panasonic工作 可是他們有一個共通的一個網路平台 遠距可以合作 他說我們當初做的這些產品呢 用的都是一個穩定的Long-Kernel 我們共同維護這個舊版本的Kernel 那當這個舊版本的Kernel 我們共同維護7年以後 我們下一個產品 我們再選一個當時Linder Foundation 比較新的也相對穩定的版本 來接續維護 所以其實Long-Term Support Initiative 長期支援方案其實是透過商業社群 共同的力量來維持一個舊的版本 那因為他是開放原始 他是自由軟體 所以他們可以這樣做 所以大家必須要了解呢 基本上透過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s 所取得的這些程式原始碼 都可以讓你像Zen Server 或是Long-Term Support Initiative 這樣子去做 因為他一定是授權不可撤回的 他一定是使用不限制 使用目的地域跟目的 還有所謂的對象的 那這樣子呢 才可能去建立一個共工模式 那所以最後呢 其實我們是前面講的是 如果你拿的是別人的程式原始碼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當你拿了別人的程式原始碼 或者是你原生做一些程式碼 再提供出去當Open Source 你必須要注意哪些東西 其實我們必須要注意到 在當代呢 怎麼去管理開源軟體的授權狀態 跟授權標示已經是一個重要 沒辦法去迴避的事情 另一個訪對權下面 現在有一個Working Group 叫Open Chain 那Open Chain 目前在日本也是最活躍的 那為什麼在日本最活躍的 因為其實基本上Open Chain是什麼 Open Chain是公司內部呢 它建立一整套的所謂的教育流程 它訂一個規範 這個規範有所謂的教科書 然後這個教科書呢 要求你的職員定取去上Open Source授權的課 然後你還必須要做測驗 那如果你測驗沒過的話 當年度就不能升遷 你可能不能加薪 或者是說你必須要補這個考試 基本上Open Chain的重點就是說 運用Open Source原件的主要是工程師 工程師必須要授權方面的教育訓練 他們才可以用合法合規 適宜的方式來利用這些程式 所以如果各位對於所謂的Open Chain 在公司內部怎麼去進行管理 或者開運軟體專案在公司內部怎麼去做 用最簡單的方式 最節省資源的方式來做管理呢 其實今年呢 我們有邀請日本的這些朋友 還有Lanard Foundation Open Chain的主要director Shan Cochran到台灣來參加Cost Cup 在Cost Cup有一個完整的legal check 就是討論這件事情 會有Panasonic他們的人來做分享 所以今天如果你剛剛好也有參加 報名今年的Cost Cup 也許在8月12號的部分 你有興趣的話可以來看這一系列的探討 那基本上日本廠商提供的是 他們過去三年來實際上做的一個管理經驗 我覺得是非常珍貴的 那另外就是如果你沒有報到開運軟年會的話 基本上在8月10號的前一天 我們在台北市的hacking space 有租一個空間 這個空間就是不限制所有人都可以參與的 這是它的報名網頁 所以如果你有想要參與 或者是說你覺得你有朋友 或是你現在在打工的公司 也許有人會想參與 你可以把這個連結給他 8月10號下午 我們會再做一個類似Cost Cup的legal check 類似的一個分享 那今天的時間比較受限 所以我們剛才跟各位講的 介紹過Debian FreeSoft Guideline以後 我想主要的就是從比較社群的面向 有個最重要最重要的重點提醒各位 就算今天你在參與所謂的 社群化說開運軟體的寫作 適時適度的鋪上 放上你自己的祝福人聲明 Copyright Notice 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這個是讓大家稍微醒腦 比較好笑 這是什麼影片 這叫《死人之夜》 《Night of the Living Dead》 你在YouTube上面 可以看到它所有的內容 那它是黑白片 是非常舊很舊的電影 這個電影呢 它有它的歷史地位 為什麼它有歷史地位呢 因為它不受任何權力保護 所有人都可以自由播放 所以人家把它放到YouTube 沒有問題 為什麼 因為回歸它播放的一個年代 美國的諸位權法規定 你在公開播攬的時候 一定要做你的作作權的標示 如果你沒有作作權的標示 就代表你拋棄所有作作權 任何人都可以自由地使用 那這部電影上映的時候呢 本來是有作作權標示 可是它的剪接師不懂 它把它刪掉了 所以電影在播的時候呢 作作權標示消失了 消失以後大家都很高興說 你竟然沒有作標示 大家都可以用 但是也是因為這個很好笑的插曲 這部片奠定了它的歷史地位 基本上你現在看到那種 殭屍很緩慢地走追著人 然後要吃人肉呢 都是從這部片開始的 從這部片之後呢 才開始風行這樣的一個形態 所以呢 它因為不受保護 所以可以隨意地散步 隨意散步 反正建立了它不可動搖的一個所謂的歷史地位 造就了一個活僵屍呢 屍人那個恐怖電影的一個潮流 所以今天呢 回到這邊 我跟各位稍微說明一下 美國的作作權法在401條的部分 其實定的還蠻清楚 就是說你怎麼去標作權標示 因為過去的時候呢 你必須要標這些 你的作作權力才是有效的 但是呢 基本上它不複雜 就三個要點 就是說 你要標一個符號 告訴人家你想生名著作權嗎 所以你有一個copyright的符號 第二點說 你總是要標年份呢 告訴人家你公開發表的 或是創作的年份 那另外呢 你要標你是誰 人家才知道主張這個權力是誰 你可以標你的真名筆名 或是你的畫名 或是你的文物ID 總之你必須要有一個可以追索的ID 這三個元素呢 是最重要的 但是呢這件事情呢 目前呢 跟各位更正一下 這個年代是你必須要標著作權的聲明 可是大概在1972年呢 前後全世界各地呢 都改成創作保護主義 著作權的方面 意思是說 你的城市原始碼寫完以後呢 法律就自動給你著作權的保護 你不需要跟任何人申請 你不需要跟任何人登記 你只要公開發表以後 它就是有效的 所以呢 以前那種 你必須要標明著作權力呢 才受保護的時代已經過去了 現在的法律狀態是 你就算不標 它還是受到保護的 但是我今天提醒各位就是 如果你不標 你未來要組裝權力呢 是困難的 因為呢 如果你標了呢 譬如說美國的作權法 1202條跟1203條呢 給你一個比較強的保護 就是告訴你說 你今天我標了你的作權標示 但是人家惡意去變更它 或是把它刪掉呢 你是可以告它的 因為人家標了 你沒有地位呢 不能隨便把它刪掉 台灣的作權法的80-1條也顯得很清楚 作作權力的人 為了權力管理的資訊呢 不能被移除或變更 如果你移除或變更呢 你可能會是侵權 就必須要損害賠償 所以今天有一個很重點呢 其實照GPL呢 授權條款呢 跟Apache呢 2.0授權條款 它都有告訴你說 如果你有揪擺或更動哪個檔案呢 你必須要說哪個人去更動它 然後它的更動日期是哪一天 所以今天呢 如果大家參與開運軟體的協作 記得 努力的去做好你的權力標示 其實未來在所謂做權力的一個主張跟追溯 它是有法律意義的 它是有法律意義 你今天把你的權力標示標上去 其他人不一定 其實是沒有地位把它刪掉 所以今天呢 其實重點就是看 你所身處的社群 大家比較習慣的方式是哪個方式 今天如果你們習慣的是 用所謂的 Version Control System 那大家可能 本來就透過一個ID 在Commit 那這些東西都被 Version Control System自動紀錄 所以它就被紀錄起來了 那另外有些社群 現在變動越來越來越害 現在有些社群呢 它會寫一個Change Log 意思就是說呢 有一個集中的地方 你可以把名字放在那邊 如果它是習慣這樣的方式的話 你就照這個方式來做 那如果它只是一個很早期很早期的專案 甚至程式碼很少 可能有些MIT BAT授權的專案 那其實最常見的方式就是 你有修改這個檔案 在Handle的部分呢 你就寫說 誰誰誰某年某月去改 這個其實呢 就有相當成做做出權標示的一個意義了 你直接寫在Handle File 當你有這些資訊 這個專案越來越成型 越來越成熟以後呢 它才可能有一個比較集中 比較權威 大家比較公認的標示 比如說我常常舉的一個例子 是VLC VLC是個跨平台的多媒體播放器 我不知道今年Costcov 他們會不會過來擺攤 過去三年來好像都有從法國來擺攤 VLC主要是法國很多參與者 它在Enjoy上面可以用 在Windows上面可以用 當然在iPhone或是MacOS上面可以用 大家看到它的標示方式 其實呢 目前VLC同時有個商業公司在營運 所以它告訴你 它是Copy Left的 但是它一樣主張它的Copy Right 它從1996年到2015年 持續在開發 這個時期呢 主要是VDO LAN這個公司在做開發 但是呢 它有很多的重要的參與者 它可能不是公司的成員 所以這些重要的參與者的名字 就被列在這裡 但是一些比較小的Committer呢 它直接列在這邊 它們叫做VLC Ursus 你今天正在要去看VLC Ursus 點過去呢 其實它還是有個列表給你看 也就是說 如果你當初在做程式網的Committer呢 有很清楚的 努力的去維護你的做作權利標示 未來呢 這個專案呢 在運作上呢 它會在一個比較穩定的方式去發展 它可以去主張它的做作權利 依照授權條款 來決定它未來的發展狀況 那譬如說比較社群的專案 像Synergy Mode 或Lineage Urs呢 也有類似的做法 那所以 主要就是跟各位介紹 必須要去了解 Debian Free Software Guidelines 那你在參與所謂的Open Source的協作的時候 用一個簡單明瞭可惜的方式呢 去把你的貢獻做一個標準 那未來呢 你是對於這個相關的程式原始碼 是有主張的權利的 那今天這個時間差不多 我不知道 我們這個議程可以接受問題嗎 各位有沒有一些問題要提出來 請說 License 本身的那篇文章是也有著作權的嗎 License 本身的那篇文章 就是寫GPL那些細項 那篇文章也有 受作權利保護 因為他比較上是工具書 但是呢 這個有跟美國的朋友討論過 美國基本上的態度 就是一個您的很好的一個契約 他是受作作權利保護的 所以我可以回覆你 像GPL授權條款 歷來自由軟體基金會 認為他們長有作作權利 可是他有在FAQ裡面講說 他歡迎你去改選他們的GPL條款 變成其他的條款去運用 但是重點是 不能再教他是GPL 所以類似的條款 像 Credit Commons License 也有做類似的主張 就是說 我們這些授權條款 是受作權利保護的 但是呢 其實我們同意你進行改寫 但改寫以後 你必須呢 依照你自己的名義去散佈 不能再叫他是CC授權 或是不能再叫他是GPL 所以 第一點回覆你的問題就是 以自由軟體基金會的觀點 他認為GPL授權條款本文 是受作權利保護的 但是呢 其實他們有放寬他的利用幅度 說你可以拿這個條款 去改成你自己的條款 但是重點就是 第三點他要求呢 你不能再叫他是GPL 你不能再叫他是GPL 是 後來 改掉很多原來好用的東西 像有信用卡什麼的 你有沒有其他的案例像這樣 其實很多案例 但是我們今天講Google Map 重點就是Google Map 它其實就是shareware 因為open source才能確定你的旧版本 可以持續使用 但是shareware沒辦法 那Google Map的一個條款呢 其實這幾年變得好幾 大概六年前 我有協助過台南市政府 看過他們的一個利用條款 那時候他的條款是說 只要是工部門分譯領域組織 或者是小型的企業多少以下去用 完全都是免費的 可是這些條款已經被刪掉了 所以基本上shareware其實就是 它其實是為了商業盈利來鋪陳 那我們今天只能講說 Google有一些好用的模組 其實它有open source為base 所以如果你可以去了解說 Google Map用到哪些open source 你可以持續追蹤這些open source 你可以有一個隱無者 就是說有點像影子那個 它的正式版本呢 是shareware 但是它可能有一個open的版本 那今天如果你很擔心說 最後被做收尾這件事情 那就是努力去用它的 所謂的open的版本 像Chrome Chrome當然是一個shareware 你可以自由下載 但是它有一個open source的版本 是Chromium Chromium是open source的 Chromium也許沒有那麼好用 但是基本上呢 它不會讓你某一天說 舊的版本 你不能再使用 OK 這邊還有一個 就 我有一個比較體會的話 就是 像Red Hat這一類 就是以開源為 其中就是商業化的公司 裡面有一些做法叫 我不確定 是不是鄭市民真的這樣 可是有人這樣稱為 叫subscription model 它是GPL的東西 可是它 在賣給你的時候 通常叫你簽一張 就是一個agreement說 如果你嘗試散佈它的patch 那會違反它的gripper 然後它可以裝置你的合約 那這件事情 有沒有爭議 或是說 FSF那邊怎麼看 我了解 我稍微跟你解釋一下 Red Hat呢 其實我本來要介紹它 因為它的狀況比較複雜 所以我最後還是把它刪掉 我簡單跟你講 Red Hat呢 沒有爭議的 可是要去解釋 因為它的態度其實就是說 它open的 它其實有做一個聲明 它open的部分 一定是open的 那以前它是說 open的部分 可以直接從網路上下載 那它現在不給了 也就是說它現在的做法 其實是 你客戶才能access到我的source code 那客戶你access到我的source code 裡面有open source的部分 你是可以再散佈的 但是裡面有些部分 是shareware 不是open source的部分 是它商業價值的部分 它那個所謂 agreement 是限制客戶說 你不要把我這些東西 都誤去散佈了 所以你今天 如果它的客戶 你拿到open source的版本 你知道哪些圓圈 真的是open source 你已經有律過 那你用open source的規則 去散佈它呢 Red Hat是不能做抗議的 所以它的態度其實是說 我把你整包的散佈呢 的困難度提高了 困難度提高 你就不會去做這個事情 那也就是說 其他人呢 也會願意透過訂閱的方式 來跟它訂商業的版本 OK 我了解您說的部分 不過 之前有看到 Oracle 他們其實有一個 我不確定是不是跟它直接有相關 然後 Oracle 有一個叫Red Patch 然後嘗試去拆 RHEL Open Source出來的部分 然後 把它重新 有點像你做的那件事情 不知道 林田一先生有沒有看過這一類的轉欄 你說Oracle去做這個事喔 對 其實您可以 其實您可以直接Google打Red Patch 然後Oracle 我們就會看到它有一個 OK 那個可能 我後續 其實你可以機封信給我 後續有一些 有些 見解或是經驗的話 可以分享給你 好 那應該就是說 我們剛才講到 OpenJDK 跟OracleJDK的問題 其實Oracle 目前其實就是想要透過 subscription的方式 來收未來 所謂的 OracleJDK的方式 那它的基本原則就是 像我剛才跟你講的部分 它有的是Open Source的 Open Source的部分 它是不能禁止你修改跟散步的 但是其實它裡面加了很多 Add On Module 它是所謂的加值模組 加值模組 Commercial Feature 它是不容許你再散步的 所以等於說它讓你說 你一整幫拿到 你要怎麼綠哪些是Open Source 哪些不是Open的 那這就有難度了 那變成說 你沒有辦法做這件事情的話 你就沒有心情去再散步 那沒有心情再散步 其他人沒辦法拿到的話 它也只能跟Oracle或Red Hub 去訂這個所謂的商業付費的頻道 它等幾秒才有 像你這個螢幕上的Github 那我快快樂樂的用Github 有沒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有沒有需要注意的地方 Github其實就是特別跟各位講 譬如說 然後呢 有些所謂的 線上的這個開發平台 On Line Repository 早期像Google Code 但Google Code要收掉了 Google Code的態度其實是告訴你 必須要先界定授權才可以開專案 所以今天基本上Google Code的上面 都是Open Source的 但Github沒有那麼嚴格 Github的態度其實是呢 它沒有告訴你一定要選授權 然後後來它告訴你你可以寫Wiki 來告訴你人家怎麼用授權 那它現在的做法其實是說 如果你在所謂的你的根目錄下面 有用Legal或是所謂的Copy 它會用自動化的方式去抓 看它是不是Open Source 是的話呢 它就用Take顯示說你是Open Source 但是就必須要跟各位講 今天在Github上面呢 你所下載到的程式原始碼 不一定它已經是Open Source 它有可能完全沒有放任何的權力標示 那這時候你必須還是要把它當成是Shareware來看 因為依照各國的諸位選法呢 授權必須要民視授權 以台灣為例 諸位選法36條37條告訴你呢 諸位選讓你未輕推定為未讓你 授權未輕推定為未讓你 授權未輕推定為未授權 所以今天呢 它就是沒有白紙黑字寫授權給你呢 它就是沒有授權給你 那所以我只是說 剛剛有提到Github 我只是提醒你說 Github上面非常多 基本上都是Open Source 但是大家還是要看呢 它根目錄下面有沒有像Lego.txt 或是Coping 然後或者是說ReadMe 或者是所謂的License 那你今天真的看到這些文件 你才能確定呢 它到底是不是Open Source 還有Github公司 是不是隨時都可以決定 我要會員制 什麼了 整個Github就要付費 什麼都可以 依照它現在的使用條款 它是可以把服務停掉 但是它應該是說 依照目前的使用條款是可以 但是呢 依照目前的使用條款呢 它也想得很清楚 就是說 你投注到Github的這些 所謂的程式碼呢 權力不是屬於Github 還是屬於你自己的 所以它今天真的要做這件事 不再提供你服務的話 照理來說 譬如說為了公司的PR 它一定會告訴你 有一段期間 你可以把你的程式碼給移走 所以依照現在的使用條款 Github其實寫得很清楚說 所有貢獻在上面的程式原始碼呢 都是開發者的 那其他人的使用 必須依照開發者呢 提供的授權來使用 那Github本身呢 也不能私藏這些程式碼 像我 有沒有聽過MapLarry 就是我們本來有Google Map的Photos 現在還有Street View之類的 街景 可是現在還有MapLarry 其他一些其他的工作 可是MapLarry 它也不是開發 對 不是 Google Street View 絕對不是開放的 它基本上就是屬於 所以應該是說 像OpenStreet Map 當然是開放的 那我是說 其實很多商業公司 基本上不是開放的 只是有些特別的狀況之下 它可能轉成開放的 譬如說 我之前有做OpenStreet Map 了解在美國的狀況 就是說 在發生所謂的特別的災害 我們超過時間 會不會影響到後面的 後面沒有一層 我示範 OK好 不好意思 應該是說 美國的政府 它跟所謂的民間的地圖提供者 有定一個契約 就是說 發生緊急災難的時候 我可以把你 單單提供給我的 提供給所有的公眾 去進行描繪 來解決所謂的Crisis 那這個東西是合法的 那今天 Google OpenStreet Map 有從Microsoft的Beam Map 取得一個授權 就是說 如果你透過人工的方式去 去描Beam Map 它是可以轉成OpenStreet Map 但是Google Map 從來沒有這樣的放寬 所以那些其實都不是Open的 那就是一個Share的 好 我有問題 陳夏請問一下 第一個是 最近有一個新聞是VLC 它禁止華為 對 手機下載 是 那這樣是不是 它是違反的 我覺得要看哪個 哪一個緣故 因為VLC它其實是用LGPL 3.0提供的 目前新的文盒 那LGPL應該是說 Gnode授權條款 裡面都有一條 就是說 如果你違反 你違反 授權條款的規定 來使用 你就失去了地位 失去地位以後 你就不能再使用 所以今天如果VLC團隊 是用立場就是說 你華為是不是有拿VLC的 所謂的Library去改 但是你完全沒有 給它Source Code 沒有照LGPL的話 那它是依法有據 它是依照授權條款的規則來做 所以如果華為真的違規 那VLC團隊是可以禁止它去使用的 這個新聞是VLC禁止華為的手機 去下載它的APP 是 這樣算嗎 沒有 它不是重新寫 它是 你只要用華為手機 沒辦法下載 對 這個我再釐清一下 譬如說 它這個禁止條款是說 某一家公司 某年某月下載了 VLC open source LGPL的 但是它改過以後 沒有再open source出去 它就違規了 違規以後 它就不能再下載VLC 它不能再取得一次授權 對 所以它當初取得VLC是用LGPL3 但是它改過以後 沒有再open source出去 它違規了 它就不能再從其他人手上取得VLC 所以如果華為真的以前有做過這樣的事情 那VLC的團隊其實就依照授權條款的規則來要求它 不能再下載 對 可是現在的問題是因為 它不給它下載的原因是 它覺得華為把Android用得很髒亂 所以導致那個環境不乾淨 所以它的APP VLC的APP 常常遇到問題 嗯哼 所以它是因為這個原因 所以才會想要讓華為的手機 不能下載VLC 如果是這個方式是有問題的 如果這個方式是有問題的 對對對 那第二個的話就是CLA跟DCO那邊的 因為剛才聽到GLA會聽到 那DCO跟CLA這邊可以請陳夏稍微補充一點嗎 你是說 Contribute License Agreement嗎 對 不過這是一個比較蠻複雜的問題 我簡單來說 大家必須要了解到 目前你去貢獻程式員史碼 主要有兩種方式 一種就是所謂的 透過比較廣泛的貢獻者條款 廣泛的貢獻者條款 其實呢 得到你權利的這個社群 或是基金會 它後續有可能呢 可以改授權條款來使用 譬如說OpenStreetMembers OpenStreetMembers Foundation 現在其實是透過Contributor Terms 它告訴你說 你授權給它非專屬不可撤回 可以使用在任何目的 那他們目前是用 OpenDataBase License提供 但是未來如果呢 重新開會表決以後 也可能再轉回用CC提供 所以呢 它是一個比較 有可能可以再調校的地位 那另外傳統方式 其實是我貢獻的時候 其實我就直接指定一個OpenSource 那你指定OpenSource呢 其實呢 它是不能改的 所以後續才會有一些狀況 譬如像VLC 我們就講VLC VLC近期有一個很有趣的狀況就是 它改授權條款的時候 花了非常多的功夫 因為它寄信給原來的 這個所謂的開發者說 你願不願意呢 我們把授權從GPL2.0 改成LGPL 那問了非常多人 如果不願意的話 有些如果不願意的話 它就必須要把這些程式碼給律除 所以呢 有些人認為說呢 用CLA的方式來取得比較好 因為未來要調整授權條款的 比較容易 但是也有人認為是說呢 今天你這個專案的管理者 或管理團隊呢 或者說你這個基金會 還不能取得共識跟信任的時候 你用CLA是拿不到東西的 因為大家會認為說 我拿給你 你未來可以改的話 那其實有高度的風險性 所以我看到其實是 很多堅持是Covid Left的 它可能會指定授權條款 但是有些專案運轉很久 已經建立共識 它可以改用CLA 譬如說GCC compiler GCC compiler呢 現在原則上是 你必須把作作權轉讓給 這個自由軟體基金會 因為它認為說未來呢 他們要再選擇其他的授權呢 這個是最簡單的 所以大概有這兩種差別 像我很喜歡 我在那個山區 找一些行動電話機台 我都繞一圈測試 確定它的變號 什麼公司把它標到 OpenStreetMap上面 原來NCC不主動的開放這些資料 然後這個時候我自己測出來 那我是不是違反什麼動機 不會 因為你自己測出來的資訊 資訊本身其實不受作權法保護 那今天如果 除非它是保密資訊 但是其實 你自己可以偵測的原則上 不是保密資訊 只要它跟所謂的 我們要塞堡壘地帶 或軍事管理沒有關係 原則上 你是可以重新編 然後把資訊再流通的 就是每個人其實可以用自己的地位 來做自己的開放資料 那開放資料可能是政府主動提供的 但是也有可能是民間自己做的 我們很多政府的控造圖 還有政府的地基圖 很討厭它就是不開放 納稅員的錢 還是沒有話說 這個還在努力 其實在行政院的開放資料委員會 一直有列管這件事情 那它目前的意思是說 一定解析度開放的 但是其他部分還是打馬賽克 可是就像我在會議中有直接質疑它說 你打馬賽克那些都是軍事堡壘要塞啊 那這樣子 其實我只要看哪些打馬賽克 我就知道那是軍事堡壘要塞 但是這個要再努力啦 這並不是making sense 的事情 對呀 因為它自己的網站 你就可以看 可是它不 我們要編輯那個 我只能用那個什麼很模糊的 就是比較遠的 它現在解析度給的很低 但是這個要再努力 這個要再努力 對 好 那我想今天時間有限喔 就 欸 好 沒有啊 沒關係啦 你可以直接提出來 因為比較晚沒有聽到 可是剛剛聽到好像有個CLA 就是那種 你先 是指說你commit了之後 直接你轉掉你的權限嗎 還是 沒有 CLA Contributor License Agreement的意思是說 你是比較空白 有點像空白支票 授權給它了 那未來要改什麼授權 原則上那個所謂的團隊或是基金會 它有地位再去做管理 只是因為聽到這樣一個 因為之前 不知道您知道 葛露PG 之前好像移出葛露的範圍內 好像是因為它的原作者 不希望把它的 那些控制權力 把它交出去給 FSSF Foundation 對 然後 所以他們 目前現在葛露底下都是 是 就是葛露發展權自己 有完全百分之百的掌控嗎 還是也有像葛露PG這種比較 沒有 我所瞭解 葛露PG下面 各個專案的主導權 還是蠻高的 那它有個別的Policy 那像GCC compiler 基本上現在只收 作作權轉讓 那除非你寫的那個東西 真的非常重要 它才會允許 例外的你是用授權的方式給它 但是 其實不同的專案 有自己不同的政策 好 可以 可以 像喔 這個中華電信 它沒有回應我們政府要推廣 那個Open Data 中華電信的說法是 我們是私人的公司 我們沒有責任 合作跟政府的方向有沒有 那我 像台電 台灣電力公司 它有很不錯 它 那些電感的 那個座標 都公開 我們檔案 就是對救難 有很大的幫助 是 等等 然後就是很可惜 我們中華電信 那麼多 電線感 定位 本來可以好好的用 可以標在地圖上 或是它的Wi-Fi的 Hotspot的位置 或是共用電話 那共用電話非常重要 所以我認為它 中華電信跟我們政府 有很多 這麼多簽約 然後可以 要求他們 這有很多 對 確實你講到一個重點 簽約可以要求 我舉中華電信 一個很大的一個狀況 就是說 我們之前在 要討論政府採購網 那政府採購網 要求中華電信 把政府採購網 上面的這些 所謂的Law Data 都提供出來 但是因為它拒絕了 因為中華電信 認為那個東西 它是補償做給政府的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狀況 為什麼這麼重要的基礎監測 是公司 無償做給政府 然後政府 沒辦法要求它做 細枝化的處理 所以其實那時候 在行政院的資料開放資訊會 有討論說 這個狀況必須要結束 下一個年度 如果政府採購網 還有在招標的時候 必須對契約部分去寧定說 相關的資訊還是政府的 如果政府要提供的話 它有主動的地位 但是那可能是 因為它一次簽很長的約 那必須是下次換約的時候再處理 好 那今天就謝謝各位 謝謝 謝謝